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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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医疗问题其实蛮大的 现在又传出来儿科医生 少 年轻的医生 很多人不願意去當兒科醫生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在台中醫中 因為我當時考病組 我們班上50幾個人 大概40個都上醫學院 那時候他們填資源很簡單 這四個 台大醫科 北醫醫科 高醫醫科 最多再加一個中國醫學院 最多加一個中山醫專的牙科 有人願意填 有人不填 大部分都填四個 那時候內科 外科 婦產科 小兒科是四大科 最熱門的 結果現在 兒科他也不念了 甚至外科好像也不容易遭到 住院醫師 我們先看兒科好了 彰化裡面有60幾歲醫生 還要職業班去看兒科 那怎麼辦 照理講那麼年紀大的醫生 應該不需要在職業班 尤其大醫院兒科 缺最多的醫生 所以他們說10年以後 如果我們小孩得重症 可能要到國外 可能要到國外 所以因為少子化了 我們台灣最多說 一年生43個小朋友 去年只有13 13萬 43萬 差這麼多 所以 因為孩子也少了 兒科會變成西洋產業 婦產科醫生其實也 處境也並不覺得好 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說 這個恐怕是國安危機 我們說少子化是國安危機 怎麼少子化是國安危機 沒有兒科醫生也是國安危機 小孩生命誰看 所以彰化基督教醫院 60歲醫生要輪職 所以醫生很無奈說 已經是全國性的問題 不是說只是哪一個醫院的問題 等等 所以他們說從4月開始 健保想要讓兒科 稍微大概 這個減保費分多一點 從診所到急重症病房 可能都是要 健保今年規劃 挹注新台幣4億6千1百萬 其中3.38億 是要加到兒童加護病房 新生兒中重度病房等診察費 那兒科不一樣 一個大人看病 可能很快就看完 小孩看病 他可能要問爸爸問媽媽 問祖父問祖父 他當然怎麼回事 小孩也不見得會講 然後跟你哭等等 所以一個大人可能 3分鐘都看完 一個小孩可能看10分鐘 20分鐘都看不完 小孩有時候個性跟你耍爛也好 哭也好 很麻煩的 所以再加上 他這樣的話 因為兒科收入一定少 大醫院裡面兒科很難是賺錢 我曾經有兒科醫生跟我談過 這很難賺錢 他們是說 其實有很多有錢的 或是基金財團想要捐 我們法律規定不能捐個兒科 兒科不能收捐款的 你不能說台大兒童醫院 很辛苦很好收入不多 我捐個錢給特別捐給他們 不可以 法律規定不可 我也不懂為什麼不可 我願意捐為什麼不行 我們看一下 兒科醫護人力不足 問題越來越嚴重 就連台大醫院也有這樣的情形 今年兒科住院醫師招募13人 但實際上目前只找到6人 願意進入兒科服務 一屆龍頭台大醫院 過去是不少醫師 擠破頭要進去的地方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就說 台大住院醫師多年來 從來沒有招不滿 這情況是前所未見 醫師分析台灣高齡化少子化 讓年輕醫師認為沒有發展性 還有人力少工作量大健保幾夫 不如其他專科都是問題 也導致了阿北極的醫生 還得留在兒科集中症現場 而不只台大醫院 還有彰化基督教醫院 兒童腎腎科主任也發文指出 院內兒科值班醫師年齡 近年要提高到60歲 人力缺乏情況似乎是 各科當中最嚴重的 衛福部為了解決人力荒 提高基層專科醫師 照顧未滿4歲兒童的醫療加成 預計今年兒童節之前 還會再加碼兒科的補助 而除了醫護群應 民眾就醫也要注意 因為從3月開始有8家醫院升級 像是雙核醫院門診 從350元漲到570元 台北慈濟390變570元 台大新竹從390變520元 到這一些地方就醫 得多掏一點錢了 趙志偉怎麼看 我可不可以先談一下 剛剛就是那個路配時間說的 因為民眾黨基本上就是 用人權的思考來想那個問題 那我要特別提醒執政黨 民進黨證明是我們也 最近找出來的 2020年5月 他發布了公民與政治 權力國際公約的 第三次國家報告狀 他在執行情形 第239點 第61頁清楚記載 這是民進黨的資料 大陸配偶來台取得身分證 連線調整為 與外籍配偶一致 以擬據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17條求證草案 上代立法完成立法程序 所以基本上他當時是明顯採取 要認同推動修法的立場 我想現在是不是民進黨朋友 大概都忘掉了 還當作沒有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們是在人權關聯 來想這個問題 其實早期這個四大科 的內外婦兒其實就是說 醫師的人數不足 其實已經醞釀一段時間了 其實也有署長 當時衛生署署長次長 也在我們的律令委會討論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強制醫師 就是說要到不同的科別去 這個也是個醫學 既然不能夠強制 那就要鼓勵 如果沒有那就要鼓勵 剛剛提到的一些健保 這鼓勵那是必要的 我所學的要求為例 就是說如果說廠商 他願意製作一些小朋友 可以用的製劑 藥品 譬如說以前都要灌 或是說要去磨等等 如果你要做這個臨床有益 對小朋友是有利的 我們都是很快就讓他過 而且給他好的家 就是這個觀念 因為我連藥品產品 都是如此對待 甚至早期藥師在調劑 因為那時候當然抹粉 不是一個科學的方式 但是在抹粉你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也是鼓勵的 就是他的費用 調劑費也比較高 所以我們是有理由 有道理 有正當性 是要幫兒科的醫師的工作環境 或是對小朋友的照顧 是要給予更好的鼓勵的措施 這是我們是支持的 李翔 其實我也很快想一下 剛剛陸沛的事情 因為其實也延伸到 這個醫療資源的部分 其實陸沛的狀況 我想如果大家要談平等的話 其實也不是不能去談 但確實陸沛 他現在享有的部分福利 是其他外配沒有 包括其實美國人權 包括2016年 剛剛有提到這一點 我特別去翻了 他其實也沒有說是歧視 他點出說 確實是有這個差別 但是他說反觀過來 陸沛來台灣其實可以工作 其他外配是不行的 可以依親 其他外配不行 所以如果要談全部平等 全部都公平 我覺得或許這是另外一個討論的範圍 但是似乎現在看著說 你要部分平等 但是其他部分 部分享有不同的權益 所以這個我覺得 是大家可能會比較 掙扎的一部分 但至於說這個醫療資源 那確實 因為現在陸沛 即便是醫青的話 他有一個額度所在 所以對醫療資源的影響 這個我並不是非常清楚 但確實在台灣部分 我們許多國民 其實對醫療資源的分配 確實是有高度的一些疑慮所在的 那我自己也是這個小孩子的爸爸 一歲多而已 每次流行病發生的時候 叫大家去看小兒科 啟動大排長龍 所以確實有這個問題所在 那剛剛陳委員提到說 是不是可以製造更多的誘因 讓部分專科醫師 去改為做這個小兒科的醫師 其實我覺得這是政府 或者立法院值得討論的方向 因為確實要補齊醫療 尤其是這個幼教醫療資源 大家會更願意生小孩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對我們未來 國家的生育率也是有幫助的 好 那麼另外就是 互病比來也是討論 三班現在不一樣 晚上需要給他加點錢 各種醫院 區醫院 教學醫院又不一樣 國民黨今天是說 護理獎金不應該同工不同酬 要給都給 否則他又變成不平則民 明天開始八個醫院會升級 就是教學醫院 看病又貴一些 急診最多會漲到350塊 來 向龍 我們剛剛討論的兩段 剛剛易祥提到的第一段 有關金門的問題 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金門 金門是劃在大陸的 領海基線的範圍之內的 內水範圍 它內水範圍之內的 所有的海域是同領土 執法擁有完全的排他性 今天他還讓你在那地方 活動跟執法 是兩岸之間的某種的默契 不想把事情搞大 但是這件事情 海巡署犯了錯 再加上了海委會 一面倒的 用一些胡言亂語 在問過是非 在包庇 那件事情已經很難善了 不要忘了 回頭去看看台灣 在劃設領海基線的時候 有沒有劃金門馬祖 到現在都沒有 民進黨如果真的認為 在那個地方 是可以行使所謂的主權 不管叫做中華民國 台灣共和國 來把領海基線先劃出來 劃出來再來討論 沒有劃出來以前 都是空口白話 第二個 它不只是海域的問題 W12 W123 兩條航線 對接M503 在這個星期就會落實 什麼叫W12 W12是從廈門 直接飛出來的民航機 W123是從馬祖 對面的福州 直接飛算民航機 它已經很客氣了 沒有直接從你金門上空 飛過去 以它在IKEO 以它本身 在全球的一個主權認知 它要直接飛過你金門上空 它也沒有什麼問題 它已經很客氣了 在你畫的金門 跟馬祖的那個 進線水域旁邊過去 這些都即將成為事實 台灣在面對這個事件 處理的時候 放聰明點 我是說台灣態度很糟糕 事實 調查沒有問題 請問到現在為止 你表現了什麼樣的客觀的 可以大家共同認可的 調查的態度 第二個講到陸沛 陸沛其實簡單講 大家都不用扯太多 民進黨只是逢路必反而已 找個理由都想辦法 我能夠擋你一天是一天 六轉四有困難嗎 台灣已經有了國安無法了 有問題抓嗎 我們是有罪推定嗎 還是無罪推定 任何的人今天基於 婚配關係到台灣 當已經沒有話可以講了 連一些國際法的人權的 基本的原則都放棄的時候 開始用那種莫名其妙的 找幾個生率的醫生 發動醫療資源 請問你到底過來多少 你要搞清楚 現在陸沛在台灣 總共加起來不到40萬 大部分說實在的 都已經取得了 最近幾年 根本沒有多少陸沛了 願意嫁來台灣的 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那台灣的女生 嫁到大陸的 其實也沒有這麼多 大家都不要裝 你連偷渡客都不見了 你在談陸沛 好像講的今天 大陸的女生 都急了真心恐後 想要來台灣一樣 台灣在兩岸關係當中 起碼那種悠悠感放下來一點 不要再往自己臉上貼金 今天扯醫療 醫療吃資源 就算醫療資源扯不下去了 明天他可能會告訴你 就是說如果多幾個陸沛過來 台灣的飯會不夠吃 照樣會有人敢講的 這種無聊的問題 都只是逢路必反 小兒科醫生的問題 基本上是同一個問題 2013年以後 台灣的小兒科醫生的總數 跟著人口到頂之後 同比例下降 你人口出生率降低了 你的小兒科醫生就降低了 小兒科醫生現在全台灣 加起來不到3000個 未來幾年會繼續的減少的 55歲以上的小兒科醫生 已經快一半了 將來小兒科醫生的高齡化 很老的醫生看很小的小孩 會成為台灣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為什麼 因為你的人人數少 而且你在鼓勵生育的過程當中 到現在為止 你政府鼓勵了半天 為什麼生育率就是上不來 這是政府該檢討的 你說每個國家都一樣 不 有很多國家在刺激生育上面來講的 效果是很好的 就是你到底在鼓勵年輕人生育這件事情上 你到底做了什麼 而在裡面當然也包括我如果是年輕 我說你小兒科醫生都已經這麼少了 你還叫我生孩子 小兒科醫生是很特別的 小兒科醫生在過去我們不講究 大人要剝一半的就給小孩子吃了 你現在問小兒科醫生他會這樣做嗎 小兒科醫生的專業度被尊重被維持 同時他的給付必須要達到一個合理的待遇 你才有可能讓人家待在小兒科 否則我當然去做醫美 現在誰不會做生殖醫學做不孕症的 都比當小兒科醫生好太多了 休息一下再回來 為了國民黨要不要讓趙偉給民眾黨 吵了好幾天 那結果呢也沒讓 情況到底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相關新聞 蓋章下去面色鐵青 名將立委劉建國大出包 因為未還委員會招委 自家是提黃秀芳 他卻投給自己 回票了 不好意思 走向黃秀芳連喊不好意思兩次 因為就讓黃秀芳僅拿到六票 就怕被說是跑票 那我也打電話跟董事長回報說 這個實在是 怎麼我自己會誇張這樣的超過 這個對當事人 對黨人很抱歉 展現誠意是否面臨黨紀處分 劉建國強調都會尊重黨團 不過交委選舉一度傳出 交通委員會國民黨要禮讓給民眾黨 國民黨立委集體量票 不讓了支持自提人選陳雪生 林國成隨後來投票 陳雪生有如監票員確定拿下這席 我們國民黨雙方的議題也沒有交換 然後人員也沒有接觸 所以這個外界也有一些壓力 交通委員會還是不禮讓 我大哥他第一個手 第二個對整個事件非常 所以我還是支持他 這趁大哥就是堅定力挺國民黨 而藍白總召前一庭的自動電話 也成為關鍵 昨天不管是透過通話 或者是傳遞訊息 重點就是我們未來攜手合作 推動胡國立民的法案 我們會持續的保持良善的溝通 以及不斷的善意的堆疊 另類的藍白和黃國昌到司法委員會投票 傅崑琦還親自接待氣氛融洽 拆政委員會黃深山也投票給羅明財 民眾黨八席全部都投給國民黨 傅崑琦也忙著到各個委員會盯場 因為國民黨唯一禮讓的就是 內政招委給無黨的高金素媒 我們都有一致的共識 就是能夠共同推動 福國立民的法案 委員會招委選舉 藍白沒禮讓只有合作 好 那麼國民黨唯一讓的是 高金素媒在內政委員會 民眾黨全部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另外呢 為什麼沒有禮讓民眾黨 傅崑其實說 民眾黨沒有提出要求 那叫我們讓 來 一芬 其實我們之前在內部其實就有很多的討論 當然我覺得其實在一開始第一個會期 因為大家過去沒有就是說相處的經驗 如果要談合作的時候 必須要對於雙方的法案 或者是大家在法案上面的意見上面 要有一些的溝通跟就是協調 那才知道說 未來在排案或者是審預算的時候 能不能合作 那其實從過去 因為我過去是黨團幹部 那其實我們也只有在上屆的最後一會期 有跟民眾黨合作 不然其實我們都是就是自己在搶自己的趙偉 那當然在跟民眾黨合作上面 都是看議案 或者是看就是說幫他們提案 或者是拍就是說他們有特別注意的報告 那我們來協助他們排案 那在這樣子合作的基礎上 才一步一步進展到就是讓出趙偉的這個席次 那我相信這是第一會期 大家都有這個善意 如果未來大家合作愉快的話 對於我相信 現在講的是福國立民就是 當然就是說民生法案的部分 但是對於一些法案 其實國民黨有國民黨的堅持 就像民進黨有民進黨的堅持 連就是說在重大的民生的議題上面 我們那個國民黨跟民進黨說不定 都還不能合作 健保的議題 這都是屬於重大的議題 那在如果大家對於這些重大的議題 立場都不一樣的時候 怎麼樣子為國家提出一個 對民眾有利的法案 就如同剛才我們講的 其實健保的支援 北部的就是說 北部的醫院跟我們中部的醫院 其實就面臨不一樣的 這個面臨不一樣的狀況 大家看北部都是醫學中心 那其實這一次的增加醫學中心 除了排擠到中南部的 就是醫療健保的資源以外 其實也是變相的 就是在漲北部的這個健保費 那北部的當然他們全部都是醫學中心 那民眾所受到的就醫權利就比較好 可是到了中部 其實又不一樣的 其實中部如果你的醫學中心 漲這個門診的費用的時候 其實也會排擠到中部的 相較比較就是說 弱勢的團體啦偏鄉的啦 他們都沒有辦法就醫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想要就醫 都是直接到醫學中心了嘛 因為醫學中心大家想說 什麼病去醫學中心看 就會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在北部都是這樣子嘛 那這個風氣就會影響到南部 那但是大家也沒有辦法理解說 醫學中心跟一般 也許現在大家在討論 可能我們的狀態會好一點 大家會知道說 醫學中心就是看急重症 那一般的就是說 區域醫院就是看一般的病 那但是對於急診的呢 對於那種有急重症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其實又漲了急診的健保費 所以這其實也是相較的排擠到 我們急重症病人在偏鄉的醫療的情況 所以我們其實面對到的是健保 應該要怎麼樣改 改到能夠就是說 讓所有民眾享受到健保的利益 而其實我們健保已經有很多問題 不要再把就所謂什麼路配的問題 也扯到健保身上 如果這樣扯下去 其實台灣的問題都不用解決 那就好 我想回顧一下 共識營章書其實出來的版本 就是說一定要 禮讓一席民眾黨的招惡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簡化的過程 因為當時談論工作 其實一個很最大最大的一個前提 就是我們希望在野黨之間 能夠互相來合作 因為現在面對的還是民進黨在執政 而且第三次的執政 就連續第三屆執政 所以其實最重要是我們那時候去提 共識裡面的氣氛希望說 大家就授權說這黨團三長 能夠來跟民眾來溝通 當然包含說招惟的禮讓 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這過程裡面 經過這三四天的演變之後 當然大家各自的壓力 各自的想法 各委員會自己也都優先的法案 想要來推動 所以最後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在這黨團大會上面 大家也是把各式充分的 表達大家的意見 最後來決定說的確 那我們就是在投票上面 來投票支持自己的 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招惟 那原因也是因為 我想民眾黨這邊也很客氣 就如同我們這個總召講 民眾黨這邊 他們可能對於在人事上面 在法案上面 因為時間也很充足 其實雙方一直沒有個機會 坐下來說 好 那禮讓的話 假設要合作 哪一個委員會的 哪一席招惟要來合作 或哪一個委員會的 哪個優先法案要合作 這部分因為時間很充足 所以以此也沒有很明確來談論到 所以最後決定說 那至少我們在國民黨的席子上面 還是支持國民黨的這個招惟 但是後續的包含說一些優先法案 包含說NC的人事案 包含說打擊詐騙 包含說對蘇衛部的監督等等的 這個可能是雙方有共識 那是不是在排案審查上面 我們的招惟跟民眾黨的委員 在議題合作上面 能夠一起來合作 那蔡主委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 我們在過程中是有感受到 尤其來自黨團三長的 釋出的善意 就是說有意這樣子做 因為之前的合作沒有成功 這也許是另外一個開始 但是我也知道說 這不是大家一致的意見 我們本身就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一人 一個 一組 一位 一個席次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是說 求做事 也不求那個位子 這是第一個 但是我們有感受到善意 第二個就是剛剛 建豪雄也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優先法案 兩黨有優先法案是雷同的 大家共同要支持的 這個部分 我也覺得是非常重要 其實包括我自己的 人工生育法案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重要 是可以一起來合作的 第三個就是在野的力量 繼續監督 因為這次確實是 打破了八年魔咒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也希望 監督的力量能夠存在 三黨不過半不是八年 七十幾年來 第一次立法院三黨 三黨不過半 我在新黨服選 我單選二十一個立委 都沒有辦法 因為國民黨還是過半 所以你二十一個也沒用 親民黨最後也是 當選很多立委 因為民主黨 國防外交都投 國防外交都投了馬文軍 民主黨就反將 柯文哲不是自私小贏 因為國防外交兩岸 是總統的權責 你們不是自私小贏嗎 來反諷一下 藍選 我是覺得 我覺得在選舉大選的期間 所以你說國民黨跟民進黨 沒有合作 可能涉及到各自的政黨的板塊 各自的地盤 然後各自的生存跟消長 所以比較難合作 可能是一個理由 但我覺得進到立法院之後 立法院是什麼 立法院原本就是一個 透過政黨之間的合作連橫 求取民眾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 如果在這個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國民黨沒有單獨過半 所以未來的話 其實很需要去跟民眾黨 有所合作 所以我覺得如果到這個階段 還沒有辦法互視善意的話 我真的覺得對人民來說 會非常的失望 就覺得說 如果這個終結了過去八年來 民進黨這個完全執政的狀況 他就是希望能夠有 更強而有力的力量去監督政府 我覺得現在目前看起來顯然的 在這個趙偉的 這樣子一個話題當中 已經連續好幾天了 我都覺得對國民黨來說 當然國民黨裡面有一些鷹派 覺得說不讓不讓 這個在選舉過程當中 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藍白河 好像有點不太開心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開心 不應該不應該延續到目前 立法院當中的合作連橫 所以這部分的硬派聲音 當然有所干擾 但是現在目前看起來 也因此沒有任何的一席 是讓給民眾黨 民眾黨我覺得也OK 也釋出了相當的善意 所以不讓就不讓 沒有就沒有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至少彼此看起來 即便基層有些不一樣的聲音 但是在立法委員部分 在黨團的幹部部分的互動 看起來還算是有互視善意 看起來未來是有一個機會的 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 至少沒有壞掉彼此的氣氛 因為我覺得未來是很重要的 未來整個 我們剛剛一連算 談了那麼多那麼多話題 我坦白講 我不認為民進黨看起來 因為這次選舉當中有所挫敗 因此好像看起來 有一些大的政策 重要政策會改審議策 看起來沒有 我認為民進黨沒有 至少你說不只是 兩岸當中的話題 看起來即便哲來清德 似乎被國際當中 包括連美國都會擔心 他的務實台獨的 這樣一個角色 但看起來並沒有更軟 可能不只這個 我們剛剛講了 那麼多一些政策 有關於福國利民的政策 其實民進黨目前看起來 也並沒有讓大家期待說 更謙虛 然後更注意到這些 我覺得不知道 我就要再看了 但是如果說 還是跟過去完全執政的時候 一樣的 態度走得很硬 然後不管是能源政策也好 不管是一些 像我們剛剛講的 八個醫學中心 我曉得大家有沒有 特別注意到 這個八個醫學中心 跟過去我們講說 醫療要分極致 完完全全被盜而馳 我們不但講說 我們醫學中心太多了 所以大家要去看區域醫院 去看地區醫院 去看診所 大病看大的 小病看小的 這樣大家比較能夠去疏通 結果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批評 讓大家就成為一個 醫療中心是幹嘛 有道理嗎 而且這個 相關的掛費還比較貴一點 所以我覺得不曉得 這個腦袋在想什麼 就是說很多事情看起來 是矛盾的 很多事情更不用說 過去為什麼會講到 八個醫院當中 有人要升級 更多的說法 我不曉得這個衛福部 是不是要出來 說明到底有沒有 他很多就是講到 所謂的北一派 北一幫 現在從什麼陳時中 到薛瑞元 到王畢生 都是北一的 雙和醫院 可能他們也就是目前 北一在委託這個經營 所以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這話吵得沸沸揚揚 所以到底民進黨的執政 到現在為止 他又去延續了 另外一個四年 但這個四年 有沒有讓你變得更謙卑一點 有沒有讓你 因為這個立法院當中 你失去了多數黨的一個位置 因此讓你可能 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去分贓 不是只有想到自己的意識形態 不是只有看自己的選票而已 我覺得如果有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靠國會當中的 在野黨聯合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頭來 回過頭來講 那麼多原因在於說 因此藍白河很重要 不要在這個選舉期間的 這一些所謂的板塊的 地盤的席次之爭 延續到立法院當中來去那個 我覺得這樣的話 會失去一個大家期待你 監督政府硬少失大 續一下就回來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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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請問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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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